大家好,我是东京颜太郎 最近离岸人民币大幅贬值 可以说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那么我就跟着我自己的交易的分析系统 来去给大家分析一下 我基本上就是说不怎么做外汇 但是对外汇也是很关注的 那么我在讲这个离岸人民币的 我的个人观点之前 还是给大家做一点 就是外汇的基本逻辑的一个讲解 可能大部分人都知道 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跳过这一部分 一个国家打个比方说 A国家的货币如果贬值的话 那么对于外国而言 A国的东西就便宜了 相当于打折 比如说最近日元是大幅度贬值 那么过来日本旅游的人就会 就会去就很便宜了 就买东西很便宜了 包括房地产对外国人来说也很便宜 特别是股市也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日本的股市是外国投资者比较多 他们用美元或者其他的货币来投资的话 那么就是说日股对他们说相当于打了个折 所以说最近的话 日经暴涨也有这个日元贬值的原因 那么对于本国自身而言 那国外的东西都贵了 相当于涨价 大家也意识到了 可能日本的这个最近两三年的通货膨胀非常严重 除了那个就是怎么说呢 油价以外呢 其他的商品食品的价格也是大幅度上涨 但是日本的很多的那个就是东西上涨 它价格没有上涨 感觉是把那个量减小了 比如说原来100克假如说1000块 是把它现在弄成80克1000块 相当于还是涨了20%的价格 大概20%的价格 那么如果是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的话 它其实是有利于出口的 这个国家东西在国际市场上便宜了 就更加有竞争力了 那么反之它是不利于进口的 因为就是从国外进过来东西就贵了 就会引起那个物价上涨 通货膨胀 那么日本其实现在就面临这个货币贬值的 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一个国家货币如果升值的话 那么对国外而言一个国家东西就贵了 相当于涨价了 那么对于本身这个国家而言呢 国外的东西都便宜了相当于打折 像历史上日元很强势的时候 日本人就是说基本上出去就是买买买买 就是拿着日元在可以说 当时好像可以帮美国买下来什么样子的 当时就是日本的公司也买了很多 美国的那个资产 那么它其实是不利于出口的 因为这个国家生产的东西在国际市场上贵了 那么就是不利于出口的 那么反过来它是利于进口的 那么就是说国外过来东西就便宜了 那么大家觉得就是很不错 这是外汇的基本逻辑 我就给大家讲了讲 然后呢中央银行的利率是对货币是有影响的 如果中央银行是降息的话 那么一个国家的货币就会被卖引起贬值 反之如果是加息的 那个一个国家的货币就有吸引力了 买的人就多了引起升值 大家知道最近美元一直在加息 所以大家看到美元是一直在升值的 那么反过来呢 比如说美元加息 那么美元和日元之间的关系 它是一个分子和分母的关系 对吧 那么就是相对的关系 美元一旦加息 美元升值的话 那么一个附带的效果 是让其他国家的货币和美元比相对贬值 就是日元的话 日元哪怕你不动的话 如果美元升值的话 它对美元的话 它还是会相对的贬值 这个就是说日元的话 一方面是因为本国没有加息 再加上美国在加息 所以它就一路的贬值了 这是日元最近就是一直贬值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连按人民币 连人民币大家看一下这个 在Trading View上有一个叫 USDCNH 也就是说美元对人民币的价格 那么就是说我们用江恩四方图去 先去看一看它 大家看这个点位 最低是6.30对吧 最高涨到了什么位置 最高涨到了就是大概7.37 这个地方的低点是多少 看小一点的周期吧 7.376.69 我们看一下加恩四方图 画大一点吧 14差不多 缩小一点 6.69 6.69 6.69在哪 6 因为这个 这个太小了 我们就把它放到100倍来看 就是说是现在669 看669这个位置 669 这 然后呢 它之前是7.37 跌到669 最开始前面有个6.30 6.30在哪 6.30在这 然后涨到了7.37 6.30 7.37 大家看到没有很神奇 这个是我每次看加恩四方图 看这个价格 就觉得很很感叹 像我之前看的中国的A股 还有日进美股 都是一样的 来看6.30到7.37 刚好往上面 绕了一圈 看到没有 当然有点误差 如果正式的绕一圈 是7.35 它有两格的误差 很正常 所以说它这一步上涨 刚好就涨了一圈 然后它回来多少 回到6.69 回到669的话 就在这个地方 大概回了大概 半圈不到的位置 那么接下来 然后它又上涨 上涨到什么程度了 现在最高点位是7.28 也就是说又回到了7.28的这个位置 669 7.28的这儿 大家看到没有 基本上要回到前面 这个不是涨 跌了 对 是到7.28 大家看到这个7.29 是一个对角线的压力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一下 换个颜色吧 也就是7.29是这个压力位置 现在就是面临这个7.29的压力位置 所以说遭遇7.29的压力位置 那么短期如果回调的话 看哪些点位呢 短期回调 看716 703 或者是690 或者677 或者644 661 这都是一些短期的压力的点位 763 这些加位 那么如果这是短期回调 看 如果中期看的 我就往前多看一点 比如说671 677 651625 也就是在这个点位上 比如说625 这个地方是吧 那么再看到这一波 如果它在这个当前这个位置停住 因为当前这个位置可能还会 继续往上涨 有可能就是说往上涨 涨一些是可能的 那么打个比方 如果再继续涨 如果不涨的话 不涨的话 比如说就在现在这个位置 受729的压力位置压住了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就在625和它比较对称的关系 677 就6.77 所以说虽然这个支撑压力很多 但是625和677是比较重要的两个支撑位置 这是我对这个将来四方图的分析 所以说从将来四方图上看的话 它现在面临一个短期的一个回调 这是一个我将来四方图的分析的 另外我想从那个波浪理论的角度 去给大家做一个比较长期的大的趋势的分析 我们把它拉到越K线图 我再看一下 我在这画了一个绿色的这个五浪 这个是那么一浪的起点 是在2014年的1月1号 一浪 二浪 三浪 然后呢 二浪的终点是在 2022年的年初 2月1号 2月份 那么它是启动了这个 三浪的上涨 我做了个表格 二月份启动了 三浪主神浪的上涨 这是长期的越K线图上 大家不要 先不要就是说 这个不可能 不可能再往上贬值 我们就纯粹的从技术分析的角度去看 那么越K线图上看 就是它面临一个 现在就是一个主神浪 大家看到了 从那个二月份的时候 一直往上拉 对吧 而且现在的趋势 其实也是向上的 所以说目前这个大的趋势 看是一个三浪主神的上涨 然后比较中的周期 周期的周K线图上看 它是 这个二浪里面有个ABC ABC三浪的回调 看到没 很完美的ABC三浪的回调 所以这个地方是 三浪的起点 那么周K线图上看的话 我们看一下 它的其实 也是 从那个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2023年一月份启动的 B浪的上升 那么它的 周K线图上看的 五浪上涨是在哪个地方呢 我看的是从这个地方 也是从2022年的 这个地方 2022年的就是 二月份也是启动了 因为这个主神当中 也有还有子浪上涨 大家看到 12345 我们看 其实它已经完成了一个 五浪的上涨了 就是从2022年的 二月份到 2022年的十月份 这一段时间 就刚好在加拿大四分头上看 涨了一圈的时候 它其实完成了一个完美的 而且完美的 就是涨了一个五浪的上升 大家看我画了一个 12345 非常神奇 为什么 这个波浪理论的上涨的这一段 和将来四方图是一一对应的 所以说它们本质上是不是一样的呢 所以说任何一个技术分析的手法 你只要用对了 基本上就是 可能说最后是都一样的 但怎么说呢 我觉得 波浪理论 将来四方图解决了波浪理论 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将来四方图可以明确的 去定义这个点位 但波浪理论是不行的 我们把这两个集合起来看 可能更好一点 那么后面就是从 大概是从2002年10月份开始之后 它就开始 一路的 升值 升到什么时候为止 升到 2023年的 1月份 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路的升值 升到了6.69 那么这一段的 大家看 其实可以看到是A 调整的 A B C A浪 那么现在它其实在一个 从 今年1月份开始 就2023年1月16 1月16开始 上去了一个 B浪的上升 大家看到 B浪的上升 是在2023年1月份启动 那么现在呢 B浪上升 它也是在末端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再继续画一个 五浪上涨的模型 A12345 可以明显看到 是一个五浪上涨的末端 也就是这个地方 随时可能就是 面临回调 而且从江恩四方图来看的话 也是面临729的压力 所以这个地方 回调的概率非常大 那么 这个下跌的话 应该可以看作是 C浪的下跌 C浪下跌 是将要启动的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那么接下来总结一下 就是说目前其实这个 离岸人民币 美元对离岸人民币的趋势 其实主趋势是向上的 向上的 然后呢 它其实 就是人民币的贬值式 主趋势 目前 可能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 一个现象 那确实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时间 从那个时间周期上 我用自己的一个最新建立的一个时间周期的分析系统去分析了一下 现在人民币是在最近其中的一个比较大的贬值的主周期 比较大级别的贬值的主周期 所以大家看到贬值是贬的这么厉害 刚才也说了 如果从价格趋势和时间周期来看 短期的 我说这个大的贬值周期 是比较长期的周期上看 那比较短的周期上看 它其实面临一个回调 就是说 短期的人民币可能会 从时间和空间上看 它到了一个要升值的地步 升值的话 在目前波浪理论来看 可能就是要 形成一个C浪的下跌 因为既然是调整C浪 而且是主升浪 那后续就是说 后续来看 可能搞不好 又来又会继续 我画个线吧 启动一个 重新启动上 上涨 重新启动贬值 然后好像呢 这个离岸人民币的汇率 跟那个上证指数 好像也有一点点关系 我们把它 看两个吧 这上证指数 我们看一看 这不能同时搞 我想给大家单独 单独看一看 那也单独看看 就开一个 大家记住刚才的时间点 就是时间关键节点 就是从 2023年1月份的时候 2023年1月份的时候 1月份的时候 它是一个 相当于是 类似于低点 是不是 看日K线图吧 高点还是低点 我看看 5月2月 哦 在这 是我在看 我在想这个汇率 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没有 我把它加在一起吧 哪加 这儿啊 这儿啊 USDCNH 是这个啊 相同座标 我们看一下这个有没有关系 好像有点关系啊 放在同一个座标 线上看的话啊 大家看到 它们两个相反的趋势啊 也就是说人民币在 看没有 人民币在贬值的时候 呃 在升值的时候 它会 这上面只是会涨 有点相反的关系 这个日金有点 嗯 有点 不一样 是不是 日金是贬值的时候 它是会涨啊 这个我就不研究了 好 这是我 我给大家 嗯 就是 我个人的观点啊 希望能给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